说起贾玲,也是娱乐圈里面非常受欢迎,而且非常受大家关注的一位喜剧演员了。 大家都知道,贾玲也是一位天资非常好的喜剧演员,她在舞台上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作品,虽然贾玲非常的优秀,但是一直备受大家热议的就是她那身材。 最初出现在大家视线中的时候,贾玲的身材虽然和一些模特演员的无法相比,但是和现在的她比起来还是瘦的。 很多她的粉丝看着她,一直都处在发福的状态,忍不住为她操心。 在最近的某期节目中,贾玲和王源的一段互动就引起了大家的兴趣。 而在近一期,王牌对王牌节目中王源说到,自己曾经和贾玲姐一起拍过照,那时候贾玲非常瘦。 照片也是在节目中放了出来,当时的贾玲真的非常瘦过后呢,王源儿是很感叹。 站在一旁的贾玲,还自我调侃说自己瘦的时候,还以为当时流行以胖为美,所以自己没赶上好时候。 听到这句话之后,台下的观众直接捧腹大笑,贾玲真的是太幽默了吧,不愧是大家最喜欢的喜剧演员呢。 当时的王源还是一个孩子,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可爱了,而两人说着就现场在让当时的情景重现了一下。 看到此时两人的状态,大家也是就觉得回忆感爆棚呀。 贾玲在很多采访的时候都会被问到身材问题,她自己也曾在节目中,医生也有劝她稍微控制一下。 但是她自己却很看得开,减肥这件事情就是明日复明日。 不过现在,有些微微胖的贾玲依旧很漂亮,很可爱,还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欢声笑语,所以只要她健康快乐。 好像胖瘦都不用太过苛责,毕竟她是靠才华吃饭。